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3年2月23日,星期四。 大家听我的声音仍然是不对劲儿啊。 昨天我做了视频,大家知道我是得了新冠了,我判断我就是得了大魔王。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加拿大的官方网站上说啊,现在在加拿大流行的这个毒株,主要就是这个大魔王XBB1.5,所以呢,我判断我就是这个大魔王。 那么昨天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啊,我是在网上看了那个医生,那个医生呢,就是说不建议给我开那个美国的所谓的那个特效药啊。 他给我的理由就是有两个,第一个呢,那个毒性是要通过肾功能往外排的,因为他不确定我的肾功能怎么样,所以呢,就不能给我开那样。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呢,我的这个症状比较轻,而且呢,我的身体素质呢,比较好,因为以往呢,我都不得病呢,各种的指标也特别好嘛。 所以说呢,就是发展成重症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呢,希望能把那个药啊,留给真正需要的人。 那么昨天呢,我跟大家说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有网友朋友跟我说啊, 他说啊,我就估计啊,你们加拿大的医生啊,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特效药,其实呢,也不看好,他应该是也不看好。 所以呢,才用这种婉转的那种方法啊,婉转的这种说法呢,来拒绝你。 他也不能直接就是说,哎呀,我觉得那玩意儿没啥用啊,你不用吃那个药,他也不能那样啊。 然后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呢,因为那个药很贵啊,医生呢,从他那一端就控制一下,对吧? 你想,这一个医生,他一天看那么多的病人,他这一个医生,一天就拒绝十个人吧? 然后呢,你说全国的医生得拒绝多少,对不对? 那就给加拿大人省了不少钱了,关键是这个钱是冤枉钱啊。 那么这个网友这样分析呢,我觉得好像是有道理,我认为是有道理。 因为呢,这个医生啊,如果说也认为他没有什么用的话呢,他肯定不会明说,这是肯定不会的。 那么他现在呢,就找这种啊,对于一个病人来说,比较有说服力的这种理由呢,来说服这个病人不来吃这个药。 确实能给加拿大呢,省不少钱呢,因为这个药它本身就很贵啊。 我查了一下呢,在美国啊,有的人呢,是有报销, 就是那个有医疗保险的那种啊。 有的人呢,如果是你特别穷的穷人呢,政府也给你报销。 但是绝大部分人啊,可能就报销不了。 那么美国呢,有公开的这个价格,如果你从药店去买的话呢, 是350多美元一个疗程。 一个疗程我也不知道它是多少。 350多美元一个疗程。 这是它在药店卖的,我不知道美国政府对这个有没有补贴啊。 假如它没有补贴的话呢,它就是350多美元这一个疗程。 它卖给加拿大,它只会比这个贵,不会比这个便宜。 所以呢,加拿大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 因为呢,加拿大政府也不可能,就跟这个医生似的啊,也不可能,就是明确的,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明确的说人家这个药根本就没有用啊,就不可能这么说。 好像我对老百姓啊,就不在乎的啊,他们会以他们的方式啊,来进行这个抵触。 好,这是这件事啊。 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出来啊,我现在基本上就是恢复了,对吧。 那么昨天我跟大家说了啊,我这个吃什么药。 那么有网友跟我说啊,说你也不能老吃那种那个Telenum啊,或者是Advile啊,那种腿烧痒啊。 老吃那个药也没什么好处,最好是吃那个中药。 哎呦,莲花清瘟啊,那为什么不吃莲花清瘟啊? 我这儿是这样的啊,因为我是生活在加拿大,华人的人口呢,非常有限。 所以啊,服务于华人的一些东西呢,这儿都没有。 我没有地方去买这个中药,莲花清瘟更是谈不上。 有的人还给我的一个药方啊,就是这位药端,那位药端上,那是不可能。 如果在大城市,像温哥华呀,多伦多呀,有中药铺,可以去抓药的。 有的人可能还以为我在中国呢,说你干嘛,舍心求援啊,吃那个莲花清瘟去管用啊。 你吃那个Advile干嘛呀,对吧。 我哪能啊,我要在中国的话,我搞什么Advile啊? 在中国的话,那就方便了呀,对不对啊? 因为我在加拿大呀。 还有,昨天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啊,这个Advile这个药啊, 它说是每四个小时吃一粒,但是呢,它第一个小时啊,我还是很难受。 它没有见效,最后一个小时吧,它又慢慢的失效,我也很难受。 那只有中间的一个两个小时啊,我还舒服点。 那后来呢,我就改变了啊,然后呢,我就加大量,我就吃两粒。 我发现吃两粒呢,也是一样,前一个多小时呢,也是难受。 但是呢,中间的几个小时,哎,还确实是挺爽的。 那么,昨天晚上我在睡觉之前啊,就又吃了两粒。 结果呢,昨天晚上又睡了一个好觉,这一晚上啊,都在出汗。 那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十一点钟的时候,我吃了两粒。 在凌晨五点多钟的时候,醒了一下上厕所,我就发现我浑身是汗。 然后呢,哎呦,我发现我身上挺轻松的。 之前我头一天啊,我也是睡觉之前吃了两粒。 但是呢,到凌晨的时候,哎呦,这开始,身上呢,就出现了疼痛了。 新的一个周期呢,就又来了。 哎,但是呢,今天早上五点多钟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身上呢,是轻松的。 我使劲儿就是感受感受全身每一个关节啊,是不是我的一个误解啊。 全身的感受感受,哎,确实是挺轻松的。 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吃两粒啊,这个效力还在。 所以呢,我就再延长一下吧。 然后呢,我就又睡了一觉。 啊,早晨八点多钟的时候,醒来以后啊,按说这个时候呢,那个药劲儿应该是完全都过了啊。 我的下一个周期的难受呢,就应该是完全就来了啊。 但是呢,我就发现我除了我鼻子毒以外,其他的就全身难受的那种啊,鼻子冒火啊,喉咙冒火的那种呢,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仔细体会一下每个关节,每一块骨头啊,好像就没有疼啊。 哎呦,给我高兴要命。 行,那因为今天是第五天啊,可能我就是要过去了。 那我早晨起来以后呢,我就又做了一次检测。 那这个检测呢,仍然是阳性,还是两道干。 我想啊,在症状完全消失之前,不可能复阴,对吧? 所以呢,我估计啊,我明后天啊,可能没准儿,也复阴不了。 但是我也不在乎他复阴不复阴,我主要是呢,只要是没症状就行。 只要是浑身不疼,就这个最要命。 浑身疼这个让人受不了。 再又是,就是鼻子堵了以后吧,你用嘴巴呼吸。 然后也是那种热气啊,在你嘴巴里面,搞得你的喉咙啊,你的嘴巴啊,都非常的难受。 你的喉咙,你的嘴巴这种热干燥,比你的鼻子的热干燥啊,反正都不舒服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那么现在呢,这就是我的这个情况啊。 然后就是我的老公,昨天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他呢,昨天,他早上起来以后呢,哎,他嗓子还是疼的,所以呢,他感觉他呀,确实是肿招了。 他不可能不中招啊,就是老跟我在一起啊,我们呢,没有专门说我就在一个房间不出来,他从门缝里面给我递个什么东西啊,没有。 我们还是呢,我们还是呢,正常的,只不过呢,他就是戴了口罩了,他该照顾我啊,他照顾我啊,给我递个水啊,什么的啊,帮我剪个测啊,什么的啊,都是正常的。 然后吃饭的时候呢,就是分开吃的,就是呢,他先吃,吃完了以后呢,就我吃,让他带个口罩,就这样的啊。 那么他昨天早晨的时候呢,哎,他的喉咙就疼,前一天不是他喉咙疼,他喝消毒水嘛,喝消毒水,开玩笑的,喝消毒水。 然后呢,他那个喉咙呢,早晨疼了一下,然后就消失了啊,但是呢,昨天早晨他起来以后呢,哎呀,发现这个喉咙疼啊,喝消毒水也不敢用了啊。 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下那个检测,就发现这个鼻子里面取样的话呢,就是阴性,如果用喉咙取样呢,就是阳性。 他自己也半信半疑的啊,他跑去看医生了啊,他去医生那儿,就跟医生说这种情况,结果啊,你猜这医生说啥? 医生说啊,说你回去吧,说你回去以后啊,你每一天你都检测,检测三天,如果都是阳性的话呢,你再回来找我。 哎,加拿大的医生怎么这样啊? 之前的时候我还未说,哎,我曾经呢,还想去看医生,没有想到去保护其他人,觉得特别的复旧,我觉得我怎么这么自私啊? 怎么还想去看医生呢?怎么没有把防止感染别人放在第一位呢?怎么把自己想去看医生放在第一位呢?怎么那么自私啊? 非常的自责。结果呢,你看加拿大的医生,加拿大医生一点都没有说,你别出门啊,你别去接触别人啊,你在家里要隔离啊,你家里又没有别人啊,这些东西他都不管的哎。 加拿大的医生啊,就是说现在加拿大都不管了啊,我估计他们是不管了啊,那么我刚才不是说了,就加拿大的医生啊,很有可能是为了省钱,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就冲着就是我们这个,我老公的也加上医生的太多了,我就琢磨着加拿大的医生,我在网上看的医生说那话,很有可能就是为了省钱。 现在他们已经是不太在乎这个病毒了,那昨天的时候呢,还有这个网友说,哎,加拿大怎么现在这么严重,我们中国现在都没有了哎,是啊,就是加拿大,我都没有想到这么严重啊,对不对,我就是出去吃了个饭啊,然后呢,隔了一天,我星期四出去吃了个饭,星期六去了趟朋友家,一会儿就回了的其实。 跟他聊了一会儿,然后我们就回来了啊,我怎么就中招了呢? 我看了有网友留言说,中国我们现在就到处趴趴走也没事啊,哎,中国到底怎么回事啊? 然后今天早上呢,就找了一下网上的信息啊,哎,碰巧呢,就是在二十二十三号,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时候,中国那个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办公室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他们就介绍了中国的疫情的情况,首先呢,就说这个大魔王这个病毒啊,说大魔王这个病毒呢,中国不是用的这词啊,中国是这么说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就是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的研究员 中国通过监测已经发现了一例由输入病例引起的本土关联的XBB1.5病例,为核心密接人员 但是仍然非常紧密,它就没有发现性的病例,从1月8号发现以后,后面就没有 等于说XBB啊,这个1.5,并没有在中国传播开栏 然后这个长赵瑞说呀,说近期再引发新一轮规模流行的可能性呢,也较小 你知道吗?那我就觉得挺奇怪的了 就XBB这个变异株,在美国呀,现在都已经是绝大部分人,差不多有一个算一个,就都是这个XBB了 在加拿大呢,加拿大网站也说啊,dominant,就是主要控制的毒株呢,就是这个XBB1.5 但是呢,中国并没有,这边病毒其实挺奇怪的啊 说以前中国是清零啊,现在中国都不清零啊 但是在中国也没有啊,中国呢,其实啊,我一直说啊,我相信人的这个运气 我也相信国家的国运啊 好人有好报,好国有好报 中国的国运可能还是不错啊,还是不错 现在中国放开呢,现在啊,国家卫健委呢 在23号下午就公布说呀 说我国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 就是说中国这疫情啊,就已经是宣告胜利了啊 你不能说是百分百呢,不会有啊 只是一些零星的一些病例,已经没事了 中国人现在呢,就完全放开了 一点都不用那个了啊,不用特别担心了 但是呢,中国在放开这个一类医馆以后啊 毕竟很多人都得过,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学生呢,也已经都得过了 关于这个杨康之后的健康管理问题,中国也非常重视 我看到呢,中国啊,各个省啊,都在出台一些对于这个中小学校里面 体育课的一些个新的规定 就是杨康之后啊,尽量避免这些剧烈的运动 像中国学校里面啊,体育课有一些项目呢,是必考的那些课 比如说男女的800米,1000米,1500米的那种长跑啊 比如说还有100米的游泳啊,这些 就所有的省,还有直下市,包括北京市啊 都改成了非必考的科目了 有的省呢,就干脆就取消了这两项的考试了 因为呢,这两项对于心肺的这个压力太大 所以呢,昨天啊,我看到有网友还介意我啊 说不要着急做视频啊 杨康以后也不要着急做运动啊 因为有些网友知道我是每天必然打冰框球啊 其实我每天运动量挺大的 有的人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宅啊 就以为说我没有任何的运动啊 不是啊,我每天运动量挺大的呢 我每天呢,基本上啊 除了打冰框球以外啊 我还会跳舞啊 就是运动量还挺大的 我跟我老公俩人都是在家里运动 家里的运动器械也挺多的 运动并不少 虽然宅在家 但是呢,这回杨康之后 我们俩看来呢 好长时间就不能再打冰框球了 跳舞呢,就是身身腿啊 扭扭腰啊,可以 太剧烈的也不行 好,关于我这个阳性啊 现在我是第五天的这个情况呢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这个视频呢,我跟大家聊三个重大新闻啊 第一个重大新闻呢 是关于这个拜登到乌克兰去窜访的这件事情啊 那么之前呢,我的一个视频里面 昨天我生病的时候没出镜 做的一个视频里面 已经讲过了这件事情啊 但是呢,那个视频因为观看量非常少 我想呢,好多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事啊 简单的总结一下呢 就是这个拜登啊 在前两天的时候 20号应该是啊 突然呢,就出现在基辅的街头 出现在基辅的一个广场啊 那么根据后来基辅方面铁路局所公布的消息呢 说啊,说实际上拜登呢 他离开波兰到乌克兰 一共有24个小时 其中呢,有20个小时都是在火车上面 4个小时呢,是在乌克兰的广场上 和司机在一起啊 其他的20个小时 去10个小时,回去10个小时 都是在火车上 所以呢,他们这个列车呀 对拜登的安全起到了一个重大的 决定性的一个作用 他们自诩为说 美国有空军一号,有海军一号 那么乌克兰的这火车呢 是美国的火车一号 那么昨天我还说了呢 就在这个拜登刚一到乌克兰的这个广场上的时候呢 结果空袭警报大作啊 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呢 为什么空袭警报大作呢 是谁拉下的空袭警报呢 那么今天呢,这件事啊 就都有了答案 啊对,我昨天呢还跟大家说了 就是美国一方说 说拜登在动身之前 已经通知了俄罗斯 好,这所有的这些事情呢 今天啊 在俄罗斯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扎哈罗瓦都一一的解释了 扎哈罗瓦人说呢 这件事是这样的 这事呢 肯定是乌克兰啊 和美国商量的 拜登到乌克兰去紧急 短暂的这种访问啊 这个事呢 是跟俄罗斯没有关系的 但是呢 就在拜登动身之前的几个小时 美国一方呢 就联系了俄罗斯 告诉俄罗斯说 拜登呢 要到乌克兰 希望俄罗斯呢 保证拜登的安全 不要把他给炸了 扎哈罗瓦确定了这个消息 那么为什么说 美国会在拜登动身之前的几个小时 来通知俄罗斯呢 我想呢 他们就是没有把握 尽管呢 他做了保密工作 尽管他们做了安全工作 但是呢 他们仍然是没有把握 俄罗斯掌握不掌握 拜登的这次行动 掌握到什么程度 那么俄罗斯呢 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拜登呢 心里面是没底的 所以他们才会在动身 前几个小时 和俄罗斯取得联系 要求俄罗斯呢 给他一个保障 别给他炸了 那么俄罗斯很显然呢 就跟他保证了 说不会炸你 但是他去了以后呢 还想起了空袭警报 这怎么回事 俄罗斯又不会炸 你想空袭警报干什么呢 然后我们也没有看到 这个泽雷斯基和拜登斯基 他们两个跑到防空洞啊 或者什么 采取什么措施 并没有啊 那么这些警报是怎么回事呢 扎罗瓦呢 也确认了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就是美国和乌克兰 明知道俄罗斯不会来炸他 但是呢 他们仍然想起了 这个防空警报 因为俄罗斯已经确定 他们也相信俄罗斯 不会来这个空袭 但是他仍然想起空袭警报 他说呢 在想起空袭警报之前 已经通知了所有的人 通知了学校 通知了工厂 通知了办公室 通知了所有人 就是空袭警报想的时候 你们该干嘛 干嘛啊 不用采取任何的行动 这就是一个演戏 泽连斯基 拜登司机 也不会进行任何的动作 这就是一个演戏 但是这个演戏给谁看啊 想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啊 这个呢 其实我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呢 这确实是这个泽连斯基 和拜登司机呢 演的一出戏 我刚才说拜登司机啊 有的人如果没有看 我的昨天的视频的话呢 你可能会跟不上这个节奏 是拜登他自己说的啊 他都希望呢 他的名字后面 加一个司机啊 才能够显示呢 他跟乌克兰人啊 有多么的紧密啊 因此美国的政客还出来说 说这个乌克兰人啊 你们也别高兴的太早啊 这个套技术啊 是拜登常用的伎俩 他以前还说他是黑人的养子呢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第二个新闻 第二个新闻呢 就大家还记得吗 前一段时间呢 这个拜登政府啊 宣布说 就没收美国所冻结的 阿富汗央行在美国的70亿美元 这些资产 然后呢 还决定说呀 这些资产 其中的一半 用来赔偿911的那些家属 另外的一半呢 有其他用处啊 也由美国来决定 那么拜登政府宣布了这个以后呢 很多人都当真了 你没有理由不发他当真啊 尤其是那些911的家属们 对吧 那911的家属们就认为呢 你这35亿美元 是专门用来赔偿 这些受害者的家属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求来得到这笔钱了 就有这个受害者的家属呢 就到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来起诉了 来起诉得到赔偿 那么21号的时候啊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一名高级法官 就做了一个裁定 这个裁定呢 就驳回了911事件 受害者家属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 那么驳回的理由是什么呢 驳回的理由就是 不应该把阿富汗国家资产用于911事件受害者家属的赔偿 因为虽然说阿富汗的央行在美国的资产被美国给冻结了 但是呢 美国政府是没有权利来处理阿富汗的这个资产的 虽然你冻结了 但是呢 这些资产的所有权仍然是属于人家阿富汗中央银行的 美国是没有权利来支配的 所以驳回了美国911受害者家属的这个诉讼请求 这就打脸拜登政府了吧 对不对 我们知道呢 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 然后呢 司法权是高于一切权利的 就是在美国所有的争端到最后都可以诉讼到法院 那么法院做出判决以后呢 你可以在法院系统上诉 你可以由上级法院来否决下级法院的决定 但是法院以外任何的权力机关都不可以否决法院系统的决定 这是美国的系统就是这么设计的 那么现在拜登政府的这个行政决定被法院给否了 如果家属不服的话 他可以上诉 他可以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 但是呢 没有任何一个人致法院的这个决定于不顾 申请法院来执行拜登政府的行政令 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说现在啊 拜登政府的那个行政命令呢 就成了一股臭气了 好 打脸拜登政府的 还不只是美国的法院的法官等 美国的铁杆盟友以色列 最近和美国干起来了 跟美国呢 杠起来了 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说最近啊 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啊 他是以色列 右翼政府 那么他的反对派呢 就是左翼政府了 那么我们知道 美国现在执政的是左翼政府 川普他们 共和党那边就是右翼政府 理论上说呢 拜登政府和内塔尼亚胡政府呢 他们之间其实不太咬合的 不太咬合的 互相之间呢 就不太是完全一个阵营的 有的时候呢 如果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的话呢 那么他们不了会一致 但是如果有的时候 不是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 而是他们互相之间呢 那么他们之间 就会杠起来 那么内塔尼亚胡呢 他这一次上台以后啊 他就想要对以色列的这个司法系统 进行改革 那么最近呢 他们这个全面司法改革这个计划呀 就在他们的议会当中进行投票 21号的时候呢 他们在议会当中是第一轮投票 也叫一读 那么在同一天 以及之前的时候 他的反对派啊 就不停的组织民众进行反对 比如说21号的时候 就在他的首都啊 特拉维夫啊 还有耶路撒冷 发生了就是大规模的抗议 甚至呢 还发生了和警察的激烈冲突 警察呢 还逮捕了不少人 那么这件事情呢 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啊 就习惯性的出来发言了 就说你以色列政府啊 你做这些事情啊 你应该慎重啊 你应该步子小一点啊 应该踩刹车啊 应该着重于团结啊 他就说这样的一些呢 他一贯的 对所有的国家进行这种内政干涉的这种片段话 那种挑事的话 其实呢 他说这些话呀 比他干涉其他的国家要客气很多 要是其他的国家 他就明确说了 我们和香港民众站在一起 我们和以色列民众站在一起 要求你以色列政府啊 释放被抓人员啊 什么等等等等 对不对 要求你以色列警察尊重人权啊等等等等啊 这些话他也都没说 其实啊 但是呢 以色列的内塔尼亚湖政府的官员啊 就做不住了 那些个内政大臣们 我看到的什么财政部长啊 外交部长啊 还有移民部长啊 全都出来发话了 说话又很不客气啊 说什么呢 说我们一直都确保 不干涉你们美国的内政 所以呢 我们希望你们美国不要干涉我们的内政 然后他的调民事务部长说 我告诉你啊 美国大使啊 你还要求我们踩刹车 你最好能管住你的嘴 踩行你的刹车 少管我们的闲事啊 就非常的不客气了啊 这以色列啊 怎么现在这么火药味这么十足啊 我不知道与前两天 他们在非洲峰会上被插出来那事 有没有关系 大家知道这个以色列前两天 在非洲的那个峰会上被插出那件事吗 那么因为我生病的这几天啊 没有跟大家分享这个国际时事啊 有好多大事呢 大家可能就错过了 这件事其实也挺精彩的 那么在前几天啊 非洲呢 召开非洲联盟的峰会 那么这个峰会在开幕的第一天啊 除了他峰会 他成员国的领导人都参加以外啊 那么他们的观察员国 还有他们邀请了一些人呢 也可以参加啊 当时呢 坐在会场里面的就有一些观察缘故 其中呢就包括以色列的代表团 也在现场都坐下了 以色列的外长就带领他的那个代表团啊 就在那儿啊 已经都坐下来了啊 这时候呢 保安人员啊就进来了 这个峰会是在埃塞俄比亚召开的啊 来了以后呢就要求以色列的代表团离场 以色列代表团就说啊 说我们是受到邀请来的呀 为什么让我们离场啊 然后这个主席国埃塞俄比亚的举办方呢就说了 说我们给你的邀请函上面 明明说的是你以色列 驻非盟的那个大使 我们没有说邀请你其他人 这个邀请函可不是可以转让的 是不可以转让的 他们就不想离开啊 结果呢就保安人员 声拉硬拽的重用武力给他们 就插出去了 这事在全世界引起来了 特别大的反响 那么以色列这面子我哪哥呀 对吧 他不光是说被人家插出去了 你要知道呢 他说他是成员果啊 这事 他在现场啊 他说他有邀请函啊 人家说邀请函的名字可不是你呀 那么他们出去以后在场外 他就说他们是观察员果 那么人家南非就说了 说你可不是观察员果 什么时候你变成了非盟的观察员果了 你从来都不是好吗 那么以色列一方说啊 说我们被插出来这件事啊 他的背后就是有人指使 他们不怪艾塞俄比亚 他怪就怪谁呢 他怪就怪非洲啊的反美势力 一个呢就是南非 一个就是阿尔西利亚 以及他们背后的势力就是伊朗 完了以后呢 南非就出来说了 说你是这个成员果 你什么时候成为这个成员果了 你知道吗 要说是成员果啊 就是以色列的这个死对头巴勒斯坦 尽管在全世界呢 没有几个国家承认他的主权地位啊 但是他是非盟的观察员果 换句话说呢 巴勒斯坦的代表团呢 就坐在会议的现场 就看着他的死对头呢 从现场被人家插出去 所以说呢 你说以色列的面子瓦哥 他的死对头在看着他被插出去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以色列为什么 对美国气横横的 气鼓鼓的 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咱们不是人家肚子毁宠 在人家没说的情况下 我们不能板上板上的断定 但是我认为呢 和在非洲被插出去有关系啊 说跟美国有什么关系啊 美国的代表团也在现场 美国代表团也在现场 也看着他的盟友以色列呢 被插出去 但是呢 他只是看着 不能表示抗议 不能出来说任何话 他也没有出来说任何话 这让以色列心里啊 肯定是错误的 能不错误吗 咱们想想看啊 就是咱们的台湾啊 他一直都想列席 世卫组织的那个大会 想作为这个观察员 列席 但是他以前的时候呢 咱们中国大陆呢 也允许他 只要你不叫嚣着 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就是大陆也允许 就是满英九十七啊 他都列席的 但是蔡英文上台以后呢 就叫嚣台独 大陆就不让你了 对不对 大陆就不让你了 那么世卫组织呢 就不再给台湾邀请行 就不让他来参加了 那么台湾呢 就找一些 他的所谓的盟邦啊 花钱雇人 就到这个世卫组织上去说 哎呀台湾应该到这儿来参加 作为观察者来参加这个会议啊 但是呢 美国在世卫组织上面呢 是一言不发的 这一点让台湾好生生气 特别生气 包括国民党那边都很生气 所以你想想看 就是以色列在非洲联盟的这个峰会上面 被插出来 而美国跟那儿啊 没事儿似的啊 和巴勒斯坦一起啊 跟那儿看热闹 你想以色列心里面能不错过吗 你这会儿又出来啊 对以色列的内政指手画脚的 那肯定怼你啊 好 我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